病都是堵出来的人体需要气血来滋养 但你身体一堵气血流动就会变小 就好比你在浇花 但水管堵了水流变小 浇花根本就不够 那花是不是就淹了就生病了 这时你肯定会把水管给通一通 那在人体也是一样的 身体堵住了也需要疏通 但身体为什么会堵呢 那就得从气说起了 气可以推动血液筋液运行 并且肝煮一身之气 现在人压力一大就容易干瘀 所以通常是气先堵 然后是你的血筋液甚至是经络才开始堵的 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看身体堵了该怎么疏通吧 首先如果你肝气瘀堵了情绪不稳定 总是控制不住想发火 总感觉心里不痛快 平时胸口还发闷 好像有一股气憋着 只有长碳气才舒服一些 那你就用柴壶梳干丸来把气通一通 不然干气余止时间长了 不能推动血液流动后 血流变换 瘀血也就产生了 就跟新鲜的猪血放一会儿就成块 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时你不仅脾气大 好发火 还容易出现头痛胸口刺痛的情况 时不时的还会心慌心里烦躁 晚上失眠睡不着伸出舌头一看 舌色暗有鱼斑舌下青筋又粗紫 这时你就可以用个血腹猪瘀玩来通气血 另外在中医上干属木 脾属土 所以干鱼后容易影响到脾的功能 那如果你出现了心烦意怒胸闷 肋巴骨胀痛以及头晕眼花 食欲下降不想吃饭 脸上没血色等情况 就是影响到脾生化气血的功能了 可以用个逍遥玩 疏干 健脾 力气 养血 但如果你除了这些症状外 还总是头上脸上爱出油 每天都觉得没劲 胳膊腿跟坠了凉桶水一样困住 伸出舌头一看 两边齿痕明显 上个厕所大便 或者是总可痰吐痰 感觉痰吐不完 那就是干鱼影响到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了 导致你体内产生痰湿淤堵了 这时可以用逍遥玩搭配二层玩 造湿化痰 最后如果你干气淤堵 体内不仅有淤血 还产生了痰湿 那你身上就容易长包块 结结囊肿 甚至是肌瘤等等 切了长 长了切 所以这时你不仅 疏肝健脾 还得理气化瘀趋痰 那就可以用逍遥玩搭配贵枝福灵玩一起用 最后提醒大家 用药前先弄清楚自己的情况 不然就尽找医生帮忙辩证 总之不要自己随便用药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